接着但您关心港都热门话题 有黄色小鸭到过的地方都充满了人潮 还有说也说不完的新闻话题 黄色小鸭确定9月要到高雄光荣码头之后 周围的饭店业者都已经和市政府配合 企划一系列的观光旅游套装组合 而民众也相当期待 就怕订不到饭店不能舒服的看鸭子 谢谢好可爱哦 谢谢 不客气 黄色小鸭确定9月会抵达高雄光荣码头 周围饭店业者都准备好了一系列活动 包含赠售黄色小鸭安排接驳车赏鸭餐厅等等 要让旅客赏鸭旅游愉快 黄色小鸭这几天的效应还不错 因为本来在9月份是比较淡的季节 因为大家都已经就是收假了 初假收假了 那它这样子的带动的话 又有比较多人来问有关于这黄色小鸭 大概三成左右吧 希望可以达到三成左右再提高三成左右的住宿率 一般而言9月开学时刻都是旅游淡季 但是这次因为黄色小鸭即将到来 让很多民众都开始期待 准备要规划赏鸭旅游行程 让饭店业者多了三成的业绩 因为期待看到黄色小鸭吗 还蛮期待的 那你要从哪里来 新竹 现在的光荣码头因为天气炎热 人潮不多 不过大家都猜想 9月黄色小鸭到来 可爱的黄色魅力 会让这一大片宽阔的港口 涌进满满的人潮 港督新闻邱品琪 红富元采访报导